我可以跟王阳明战斗到明天 我卡上可以写A.T.A.P.A. 地表最闪瀑布王阳明泰世云传出四个月前已经分居 原因则是出现了强悍的第三者 缘母大人 诶等等这样讲怪怪的 请先收起那大胆的想法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年的3月27号 王阳明泰世云陪同岳母大人 蔡妈妈蔡丽娜参加世界妇人中华台北赛区总决赛颁奖胜殿 蔡丽娜当场Madame Champion 不过那却是王蔡夫妻最后一次公开合体 两人冒合神离的样子 69岁的蔡丽娜中俄混血拥有世界妇人级的美貌 还被评为随时随地吸收全世界最新的资讯 无论国际大事财经政治 疫情或时尚流行趋势皆充分掌握 可以在一小时内变出一桌至少6道大菜 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 当过模特儿与歌手 靠着上海老贼买卖致富的超级商业头脑 说是Madame潮人也不为过 就是这么厉害的角色 在家中相当强势 从外孙女无极限 只要有空会陪伴三岁的外孙女玩 陪她画画 学习语言 唱歌等等 还有各种生活教学应对进退的礼 甚至豪杂百万送名表给三岁的外孙女 甚至只要外孙女一声呼喊娜娜娜 外婆就会停下手边的一切事情呼呼照应 而蔡丽娜也是教育有成 外孙女很懂人情事故 外婆得了世界夫人美誉 外孙女也贴心献化 哎呀 看蔡丽娜有皇冠 外孙女也跟上获得一顶 只是岳母大人拳击中重之呼吸 相对较有内敛的王阳明看在眼里 躊躇在心里 教养的差别有口难言 于是王阳明就跟蔡丽娜吵 长期累积下来夫妻关系出现裂痕 过往超爱放闪的两人被抓包 近四个月网络上毫无互动了 蔡丽娜的发文也散发出负面讯息 网友们不禁感叹 这对又有问题呢 爱情在哪里呢 感情似乎有点变化哦 是不是分居了 是的 8月17号本刊指及王阳明与蔡丽娜 在美桥俱乐部家庭聚会 虽然两人互动冷淡 但为女儿尽力维持表面的和平 后来夫妻分车离开 却一起回到原本爱潮 只是蔡丽娜又独自回娘家去 其实四个月前 蔡丽娜一气之下 搬离的信义区豪宅 回到大安区的娘家常住至今 事实上两人的政治 也不是教养问题这么单纯而已哦 比如蔡丽娜时间随性 临时有些家庭时光 王阳明却早早排好了工作无法参与 不过王阳明以为女儿做了蛮多调整和牺牲 不过蔡丽娜觉得不够不够无法接受 不过女儿未来要在哪里成长 各种决定彼此妥协讨论冲突啊 我怕他我有点怕他 我们两个的脾气不是最好的 那我们两个如果有冲突 他会比我还会再强势一点 分居其实也是因为两人相处 在一个屋檐下很容易冲突 怕负面情绪影响女儿 所以先分居 此外目前女儿还小 王阳明也透露 已经有心理准备面对更多上述的状况 但他也认为女儿依然最重要 还在成长 所以妈妈会比较辛苦 部署比较多 可知虽然夫妻有问题 但也尽量尊重不影响女儿 而非有网上的零互动 其实只是在解决问题 没什么好放闪而已 我解决问题就忙得要死 还跟你放大闪